这个红鱼男孩 狂志郡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 接上一集在山顶树桐来回搜索 终于在铁皮屋子附近找到了红鱼男孩 狂志郡的家 现状如何呢 干脆镜头看过来吧 快了我感觉迷路了 现在迷路了 我已经来回走了三套了 从这个无人机上面往下看 跟这个时机的走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应该它这个房子在这个树林里边 因为这个树林实在太厚了 再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 怎么那么热这个铁山顶 这还真是要人用 发现了一个盆 哎 有希望啊 有可能有住户这边 没有住户的话不可能有盆 哎看有布条 不对这不是布条 这好像是那种警戒线 有可能到了啊 有可能到了啊 有可能到了 看这儿 这有瓶子 哎 这是个什么加入物 上面有一些洞 上面有一些洞 什么叫黑乎乎的有点 黑乎乎的有点 也是一个房子 有着有着打雾 看他们在这个房子 这个应该是个灶台吧 这个地方能放大锅 可以放两个 里边有一些垃圾 估计是有过来玩的 还留在这儿 哇 这里面有个白布 看到了吧 这里面有个白布 哦 看这个房梁这边还有绳子呢 估计这个 这个红鱼男孩 这个 康志军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 这有个草子 是放东西的 好像哦 南口有一个大树 哦 这个树真大呀 上面长满了这个什么呀 是青苔呀 康志军这个事 当时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疑点是什么呢 回来找它的时候 它这个屋门啊 不是关着的 不是关着的 是虚眼的 这个墙啊 都是一些土墙 用土墮的 这边是什么地方呢 这边可以上来 下面还有一个链杆呢 下面还有一个链杆呢 看一下它们这个墙 看上面还有一个盘带 那边还有一个房子 上面有很多洞 这里边是干嘛的呀 这里边是干嘛的呀 这里边怎么 隔了好几个隔子 哎 哦 明白了 看这个槽子 应该是养猪的 这里边应该是养猪的 这里边也有槽 还有一个壁子的烹射器 哦 这个房间保存还是挺好的 它这个屋顶上边呢 用这个竹子 这个编了一层 然后上面呢 又打了水泥 红衣呢 还是矿之君 他们家我们也看完了 这个房子 房顶都已经塌了 但是这个 旁边这个 应该是一个养猪的地方 这个房子保存还是挺好的 哎呀 实在是太热了 热死我了 现在晚上十点钟了 还热不热 今天这个红衣那儿 匡之君他们家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啊 打起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两间破房子 马上要倒了 哎呀 太热了 实在是太热了 重新这个天 哎呀 热得收留 好了 下期再见